丞相续长气宝 谁发来的 徐玉 曹操立刻意识到出大事了 赶紧走远点 一个人看 丞相出了什么事 曹操的大脑飞速运转 虽然他还没想好怎么办 但这事绝对是重大机密 怎么可能说实话 徐玉真是啰嗦 我的韩基要生孩子了 区区小事 他居然发快报给你 曹操高超的演技骗过了所有人 他不紧不慢地让大家准备班师 又故意让丞玉和徐楚留到最后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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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痛于脸 凶遇发来击报 一辆马腾寒碎 发大军八万 星野突袭徐长 上了 什么 曹操刚刚经历赤壁打败 马腾和寒碎就抓住机会 突袭曹操老陶 一旦曹操丢了徐昌 刘备和孙权也会跟着发兵 到那时曹操必然俯辈受敌 死无葬身之地 万万不可 曹操急火攻心犯了头风 只能让徐楚掀骑快马回去报信 告诉寻玉 我仇将一打造 就到徐昌 让他打仗其功的 敏果办事 寻玉早就知道曹操回不来 接到命令后 他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出缓兵之际 马腾寒髓叫杀 徐昌几乎是组空城 所以他叫我虚张声势 热热闹闹地摆他一副 大军搬尸回城的场面 一求震慑敌军 连缓他们的进军速度 寻玉知道敌军一定派了不少奸细进城 查是肯定来不及了 不如就利用他们传点消息出去 明日便是初九 对吗 是 寻玉立刻安排人手 大张旗鼓地准备仪仗 还让所有文武官员 都准时在南门列队迎接 场面一定要搞得浩大 在用两千军事 一直迎接到十里之外 守军越是不够 寻玉就越要多派人出去 反正多两千少两千都一样守不住 用他来虚张声势 却可是马腾寒髓等八万大军 痴疑不及 只要挺过这几天 虚张就可以免除一次 灭定之灾 话音刚落 门外就出现了脚步声 我的何人 寻玉还以为是个奸细 没想到竟是曹丕 大胆 公子 曹丕听说父亲回来 立刻就要通知弟弟们 明早去南门迎接 但曹丕还有伤在身 寻玉怕他白等就让他别去 父亲班师 我岂能不出城迎家 再说 我却刚刚遭受赤笔凑白 更应该大张旗鼓 迎接父亲归来 寻玉无奈之下 只好把实话说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 曹丕表面老实巴交 实际却是深藏不漏 他一出门就派人 给三个弟弟传信 就说 寻大人说了 父亲这几天不能回城 叫他们明天 都不必出城迎家了 遵命 我家公子说了 并三位公子 明日不必出城迎家 你听清楚了 不是我不让他们出城迎家 是寻玉不让他们出城迎家 遵命 跟班虽然改好了台词 可他却根本不明白曹丕的心思 还让他玩蛆蛆 嗯 果然是气势不凡 极为难得呀 咱家这只金贝 普天之下 那是找不出第二个 今后 不准你 咱弄这些玩意儿 曹丕自从接到父亲回城的消息 就明白 夺敌的战争已经打响 在取得最终胜利之前 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明天陈时出客 随我到城门接驾 明天 丞相不是回不来吗 所以啊 做公子的就更应该去接驾了 谁让我是兄长呢 我给你一本事